那鄭寶欽到底有沒有外衣效應 會不會衝擊桃園 那民眾黨到底可不可能 跟鄭寶欽聯手 來鄭大雄到底可不可能 現在談到怎麼樣 據我了解 鄭寶欽是希望用黃珊珊模式 就是用無黨籍 這樣能夠凝聚的票最多 那可是賴香檸 他是透過民眾黨的民主程序 產生了候選人 所以賴香檸本人是 堅持一定 鄭寶欽要加入民眾黨 那這個當然 這個就必須更高層來決定 他說因為他是從黨內民主機制產生 鄭寶欽就化了 這個知道更多秘密的是迴案 不是 我覺得去談 鄭寶欽跟賴香檸的可能結合 是無極之談 完全沒有基礎 因為雙方是各懷鬼胎 他們兩個人都曉得 各自的力量不多 鄭寶欽十幾趴 那個賴香檸是個位數 所以兩個加起來當然最好 但是鄭寶欽有講說 那我們兩個私底下做個民調 是誰領先 誰代表 那個民調落後的就下來 那就是要叫賴下來 那他怎麼會答應呢 而且如果鄭寶欽 如果贏了 那一天現場不是宏偉翰 是吳子佳 吳子佳說說你如果動算的話 你就要參加民眾黨 你想那個贊寶金的臉色 他是微笑 但是他是難堪的 他總會加入民眾黨呢 但是如果他出來選票比那個賴多 那讓民眾黨難堪 這個柯文哲就完全失去了他二零二四 這個徐圖大衛的這個本意嘛 所以他怎麼會叫鄭寶欽來代表他的黨 這不可能的事情 維翰你知道內幕 應該是這樣講 剛剛大佬道歉我也很驚訝 你講五五四五是對的 我公開跟大家講 你講五五四五是對的 因為他本來真的有可能不選的 蔡總統都親自找他要碰面 直到後來信念一轉 他不去 就這樣而已 他如果總統跟他記名字 他沒辦法 總統名字 八月二十一號 鄭寶欽跟鄭文燦見面 上個禮拜天 就是就往前再推一天 就是就是這個九天以前 見完面之後呢 八月二十二 八月二十三 八月二十四 連續三天 蘇嘉全也透過關心 跟他講說不要這樣 不要出來的權 還說去找許姓良 然後呢 東談西談以後 鄭文燦跟鄭寶欽 提出了一個方法 不然這樣好了 你跟鄭運鵬做民調 如果你贏的話 我們就替你 說不說 我們來跟總統報告 可是鄭寶欽講說 我一定要是公開 就全部就以遭公信 可能TVB什麼 重新再來一次以後 再來個初選就對了 結果呢 並沒有得到同意 所以他總統就不見了 那因為 總統不同意 知道嗎 我不知道 因為因為對方 鄭文燦沒有給他同意 這個公開公平跟這個透明 所以他就連總統都不見了 那不要公開公開公平 那是原來要這麼搞 那因為黨部內 事實上說一搓 來來 那個康哥 我跟你報告 因為昨天鄭寶欽 上了有臺的節目 講說我們民調一看 這個鄭運鵬就贏 鄭寶欽十趴嘛 他已經做好了 他說這個我不要 鄭文燦講 對 鄭文燦講的 那所以呢 鄭寶欽他也不高興 他把他跟鄭文燦的 那個兌換內容 全部公開 我八月二十一 二十四 對不起我會把他拿出來 所以他已經貼臉書了啦 他因為這個是 這個已經不是明明 他本來一直不願意講 蔡總統找他 他連那一天宣布參選 晚上我說 那因為我知道蔡總統找他 我說等一下 你要直播過程 你要如果宣布的話 你要不要講蔡總統找你 你都你都不要 我就是要選 他說不要 我不要講蔡總統找我 可是他現在把他貼出來 有沒有 他八月二十二 跟鄭文燦的對話內容 就是說我們來做民調 然後呢 請蘇家選秘書長 林肖秘書長等等等等 他說那總統統同意嗎 贏的人就提名嗎 我們講的有沒有同意 他沒有回答 他說就是用民調來決定 可是是做民調嗎 是新的公開公公正跟公平嗎 沒有回覆 所以八月二十三 約說要再跟總統見面 他約八二十四 就禮拜三下午 中常會之後 他就沒有去 所以八二十七 禮拜六他就宣布了 那從過程當中 連總統都要出手跟他見面 我知道現在網路上面 第一個攻擊張三 鄭保欠幫他講 第二個就是講鄭保欠背骨 如果他是有一個公開 透明的過程初選 然後你是輸的 硬要選 說實在你也不用太討論他 因為過往這樣 民進黨真的不會投給他 現在顯然民進黨內部是擔心就是 就算鄭保欠選不上 鄭運鵬要落選了 因為他至少可以拉他 他原地方有他的實力在 那就是他自己在民主過程當中 他並沒有讓這個程序能夠走完 所以鄭保欠硬是要選 你也沒辦法